講經濟先講到這裏 每一個月我們都會講講其他話題 記得上個月和駱博士談了關於理想的事情 今天都想繼續講少少這個話題 上個月我們講了一些 definition 怎樣去找理想 今天想問一下駱博士 如果我們找到理想知道是什麼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準則怎樣去追 或者怎樣才應該去追 我想如果一些不是很遠大的理想 人各有智 有些的智不是放得太高太遠的話 那你不需要我在這裏講 你自己應該很清楚怎樣做 但是這個問題很多時候太過遠太過虛那些 那我想你要把它 break down 就是可以叫做implementable 那理想之下有些十理想 就是一步一步這樣大 那你不一定要拆十塊的 譬如簡單些太遠的拆兩塊拆三塊 第一步的你想去哪一個位 你第一步要自己做得到的先 這個很重要 以前有很多人偶爾問我的東西 就是我讀過一些書 通常問我怎樣學一件事 那我很多時候都是用差不多的教法 你最緊要就是第一步要好走 要容易走 要走得到的 如果你第一步你都走不到 你都困難重重 你很快就借了 打殘了 那你的理想你的鬥智各樣東西都沒有了 那你要有一條路 即是你怎樣都好 因為現在你說得太空泛 我很難跟你有一個很具體的說法 但是每一個理想其實你都可以 就是叫做具體化它 或者叫做簡化它 或者叫做貼地些 去令它變成另一種的理想 但你記住那個min成的不是n成的 最終我都是想去理想要目的 但是你之前有一些可以去得到的步驟 然後設定一個近一點的 給自己一個時間 給自己一個既定的做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一個目標之後 很多人就沒有一個動力 沒有一個行心去做那樣東西 但是你講的是理想 就是你想做的 這個是理想做的 那你想做的東西 照計你如果沒有動力 你不要騙自己 那不是你的理想 如果是的話你應該有動力 有動力你就要給時間去做 就是時間很重要的 如果你譬如說每天 就是你不要說我突然間 我遲一份工去拿兩個月去做 不要這樣說 但是譬如說每一天 我可不可以花到某些時間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如果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沒有 三個字 你每天起碼要花一個既定的時間去做那樣東西 那你久而久之 你繼續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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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會去到那個目標 就是這個東西 我又過癮的 我那時候有些同學 我教天文 那你去磨那些望遠鏡 你真的拿兩塊玻璃去磨 拿兩塊玻璃去磨 拿兩塊玻璃去磨 磨一磨一磨 那有個面子會凹了 那就變成一個凹頭鏡 這樣的磨法 你想想想 把鏡本來是一個石頭 磨到凹頭了 那你和你爸的鐵柱磨成真的沒有分別 他真的天天磨 天天磨 天天磨 給我磨一下磨一下 不知磨了一年半載 真的磨了一顆就行了 那你從這些簡單的故事看得到 你說他理想 無聊也好 什麼也好 或者你沒力氣 但假設你自己 可以用回這樣的動力 他可能 他都很忙 我的朋友 他都很多事情做 但他每天都會拿少許時間做這件事 你每天保持著拿少許時間做 好像吃飯 做運動 你保持著做 那其實做著做著 你又會去到某些位置 去到第一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需要再調整你那個 因為人一路隨著時間變化 你的年紀會變化 你的想法都會變化 那如果你譬如說 你第一步都可能要三五七年才能去到 那你三五七年之後再評估 看看你還能否去那裡 或者你會不會改變 尾條 你那個方向 我又不覺得這麼大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 那個理想是你的方向 你明明向北走 突然會向南走 沒那麼奇怪 那你用這個方法 我認為就是很具體 很實際 去做到一件事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你有一個理想 你是做不到的 或者沒有辦法 可以達到 這個是空想 這個不是理想 我覺得好像 好像有一點點像存錢 有些check point 還有我想其中一個都挺重要 不知阿拉博士 我用你的例子說 譬如有些人想學 學玩crypto 怎麼學呢 學你進去 進場試 進場試 怎麼試呢 我一向都教你 你拿一百元港幣 試試 拿一百元港幣 日日trade 日日試 你沒有空 你要上班 不要從早上去買很多東西 你試一下可不可以 譬如說 你做事 上班的 你的生意 你搞的事 你不要影響你的正職 到你有空的時候 譬如你每天 你當自己是trader 拿一盤 就trade那一百元 你一直保持著 你玩一下玩一下 你就知道 那條路是怎麼走 你就知道應該去看什麼書 你要學會一些什麼 然後你去做 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比較重要 可能是 要寫下 剛才那些事 因為好像有研究說過 寫下的東西 比起不寫下 成功率 不知是高多少倍 那樣的 所以寫下 我覺得都非常之重要 那好了 當有了計劃 那怎樣才決定放棄呢 即是關年幾時 關花了下去的時間 金錢是 還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有些位置 你如果擺得目標太遠 你就很難看得通 看得透 究竟你有沒有走錯路 你是不是應該繼續去 還是應該不對 回頭 我告訴你 我自己有個很大 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PhD寫論文的時候 其實起到的model 是不是解決到呢 我去到中間某個位置 我和任何讀PhD的人 都是試過卡住的 卡住了一段日子 不是很長 不過很幸運 我又很快搞得定 即究竟你還去不去 是不是move on 還是說 指路不通的 你要掉頭 其實如果你做一些很複雜 很大 很大單的事情 這樣說 其實是難的 如果你一般那些理想 不是說去到這樣的層次 你是簡單一點的話 你嘗試將那個 你下一個target近一點點 不要去那麼遠 不要擺得太遠 你將那個理想 現實化它 逐步去 那你逐步去下一步 你這個站 去下一個站的時候 其實你都多少看得到有多遠 你看得到有多遠的時候 你就知道是去不到 還是去不到 這個我想是重要一點點 譬如說你想 你想學會一件事 或者你想做一件事 你不要一步登天 你要近一點 譬如說 有些人 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不懂數學 他想學美積分 沒有問題 第一件事 你先拿回一些很基本的圖案 好嗎 Synco Synetension Lock 你知道嗎 如果你那些不知道的話 你根本就去不到那裡 你第一步你肯不肯做 那如果你設定了第一步 你是肯做的 你去得到的 照做而已 你都可能學過的 那你其實就容易很多 好 說了很多名詞的理想 想說少少 理想 就是形容詞 羅博士 你覺得理想的工作應該是怎樣 理想的工作是 如果你 你不會計較薪金的 你不會計較上班的時間 我估計是一個理想工作 我估計是 還是 賺得多錢的就是理想的工作 不是這樣 在你的定義 我估計 我估計 對很多人來說 錢是重要的 但是錢未必是理想 很多人的理想未必是 變成一個很有錢的人 有人會追求 錢是一定要有的 亦都可能要有一定的數 但是譬如如果你去到太多的時候 譬如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到成哥的那種程度 成哥的一半行不行 成哥的一半的一半 四分之一行不行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都可以的 甚至成哥的一半的一半 一半的一半 一半的一半 好幾個一半其實都很多了 所以你一問到這件事的時候 不是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的特性 特性就不是很貼在錢那裡 很多人生出來的性格 其實不是太適合賺錢的 包括我也是 不是很適合去急於發達的 就是你 有些事情 我也覺得不需要急 譬如 你如果做得好 你那件事 在戰會內 你就不需要太過去追求一件事 就是成哥發達 你就是仿制不了的 就是你要在那個時候 那個空 就是有天時地利人和 才是 那你現在整個環境都不同 何況你的人和他不同 是兩個人 沒有必要追求這件事 反而你做你想做的事 人就只有一輩子 我給你賺很多錢都好 用不完的 都不是你的 所以 你反而在 你人生有限的時間裡 你用盡 每一分每一秒 做你想做的事 應該做的事 這個是更加實際 這個太重要了 剛才博士說了一點 非常同意 就是說 你做到你想做的事 理論上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財富就有機會自動走過來 這個 都真的同意 因為都實踐過 我本人 對 時間有限 我們再做個KC余選一 好 不知道方向 但是賺到錢 還是知道方向 但是賺錢一半半 當然是後者 後者 OK 好 明成利咒 還是深安利特 深安利特 是 好 1000萬 還是分15年 每年給你100萬 那我就要1000萬 好 接著不關事 給你做 你做特朗普還是拜登 這兩個 我肯拜登好一點 拜登好一點 竟然是這樣 博士知道哪個是可白嗎 你說那個有五個子女 然後找一個 真老婆 你做可白 你做可白還是做李隆基 我又不是太知道李隆基這件事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李隆基就是很自怨 又是很愛很愛 但沒有說給錢 那有什麼分別 強調沒有說給錢 但是 可白就是 銀行有些錢 有子女 李隆基 即是一個有給錢 一個沒有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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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是太知道李隆基這件事 我沒有看過 李隆基這件事 知道方向大賺到錢 知道方向大一半半 知道方向好一點 那你從我說不久就知道 即是人 你做好你那一次的人生 這個是重要的很多 如果不知道方向找到多少 這句真的很好 做好的人生 你做到你滿意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 是 明成理就 VS 深安理得 都差不多 如果深安理得 之上 可以有明成理就 當然最好 是 如果明成理就 只有黎 深安理得 那我就不要了 是 ok 好 即是人人人 提心吊膽 就算明成理就 隨時被人拘捕 隨時可能身敗名裂 那我覺得不值 ok 好 要一千萬多 比說分十五年 每年一百萬 為什麼 十五年 每年一百萬 你那個 那個回報 其實都不是低的 老實說 但是如果一千萬 立刻做到的事情 可能跟你逐個一球 這樣比就 就差一點 就是 你如果 在我來講 我就覺得 立刻有 可以有辦法 做回差不多的 十五年的一百萬 做回求判出來 你給十五年 我要 我要 一變一點五 或者十變十五 其實我覺得 就不是很難的 譬如你給了一千萬 我不是做一些很高風險的事情 假設我全部都放進去 就這樣說 我全部都放進去 就找一隻眼睛 我隨便黑眼 我猜十五年 都不止 1.5 一定 我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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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不猜不猜 我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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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如果時間短 其實我起初 就不會去的就相對快些 那麼你每年給我 你給iens一球 我就每年回 ask 那我你每年來才拿起 這也比些多 就是差一點 應該佔了 我想最難 做川普 我不是那些怒诉,我不是太喜欢行政路 特朗普最喜欢不是在旁边左道,我不是太喜欢 我以为你说喜欢拜登,有些人喜欢他 因为他对大陆够强硬,一回事 但是这些手段很卑鄙 他坐在总统位置为自己施利,他不是为美国人 这个人其实是他在搞的问题 即是纯粹特朗普不好,就不是说拜登有什么好 是不是这样? 正路一点,虽然是谷一谷一谷 我不是说他是很好的人 他可能做得那些地方都不简单 但是看上去各种东西更顺眼 看上去都不顺眼 最后,可怕李隆基 因为你说,如果我们很简单地分 李隆基就是没有付钱的人 你就会选李隆基 我觉得第一次不需要一大块 即是不排除有变安的情况 是 我不欺骗人,但我们也不想被人欺骗 好,今个月就说到这里了 下个月再和博士聊聊经济 和聊聊其他话题 说到这里,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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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